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上期节目我讲到了我这两天有点感冒 所以我们节目可能会做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今天我去药店买药 几乎所有的发烧药 感冒药都已经被清仓了 药店的架子上都是空的 我去了两个药店都是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现在流感季节有关系 肯定是有 但是我没有印象说 过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药被抢光 现在中国大规模的感染 有估算至少8.4亿人会被感染 那么海外的药店被抢光这些药 然后寄到中国去也很有可能的 毕竟在我们多伦多华人非常多 大家都在中国有家人 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副药 它的症状正好是我的症状 就是感冒 我说想买它 然后看到底下有一行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拍了一张照片 它上面说什么 说这个药是基于traditional 就是传统的homeopathic references 然后说not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并不是基于现代科学的证据 这个时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它说这就是传统的homeopathic药品 那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觉得类似于中国的中药 传统医药 它是来自于200多年前的一种传承 就是说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做顺势疗法 什么意思 顺势疗法的意思是如果疾病导致了某些症状的话 那么用这个同样导致这些症状的某些物质 你加上水进行稀释之后就可以治好这个疾病 比方说瘧疾流行患者出现很多的 比如说身体忽冷忽热心跳加速的这些症状 那么医生发现用某个树的树皮所萃取的某个物质 也能导致同样的这些症状 那么他就用这个树皮的萃取物 这叫奎宁的东西 把它当作药来治疗瘧疾 形成了所谓的顺势疗法 他没有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来做比如双盲实验 这些都没有做 很多人说这根本就是伪科学 但是我不是医学专业人员 我也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再说了就算在医学界到现在为止也有争论 不过呢你卖药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按照科学的这个程序来 那就应该注明 所以这个药什么注明了 政府也是要求这些药 在卖药的时候你不能就直接说 我这个痣感冒特别管用 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你的哪些成分可以对人体有哪些 造成哪些的影响 这都应该是注明非常清楚的 包括你的剂量 包括你的各种副作用 而这个药更像是中药 它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 它虽然还可以卖 还允许它卖 但是必须底下注明这一句话 所以本来我是准备要买这个药的 然后我看到最后一句话我就不买了 有人相信那你可以自己去买 所以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态度 就有想到了莲花清瘟 对新冠病毒丝毫没有任何用处 甚至还伤肝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事了 导致生产莲花清瘟的以领药业 在这两天的股价大跌 到了跌停的程度 然后他们还辟谣 说我们不伤肝 我们都有科学依据的 其实我们要去看 所谓的莲花清瘟 它也不是什么中药 它所有的成本很多都是从西药里面提取的 我今天讲的是真正的中药 各种草本植物来当作这个药引子的 这种药在卖的时候就应该注明这一点 这就是一个科学态度 这就是一个尊重科学的国家 和不尊重科学国家的差别 中国那些医药骗子 那些卖的中药 它会注明吗 它不会注明 你注明了就怕别人不买了 不相信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中国 它为了赚钱 为了弘扬所谓的中药 然后这个国药 然后增强民族自豪感 就跟政治上这个意识形态挂钩了 所以它不可能写出这句话来 所以我看到了 老外的这个西洋版的莲花清瘟底下注明了 我们没有科学依据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药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但是在中国既没有标示 政府还拿这些药当作宣传 然后那些所谓的大V们 像钟南山这样的人 还去为这个药站台 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另外我还看到一条新闻 也是挺骇人听闻的 是在广西发生的 就在12月9号 广西南宁妇幼保健院 它有一个开除文件 这个医院把他的儿童保健科 副主任医师周湘给开除了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说他通过修改B超单等行为 向产妇及家属隐瞒双胞胎真相 计划在生产之后秘密 将其中一个婴儿卖给他人 并且甚至已经取得了 他人购买婴儿的定金 周湘等人以出卖为目的 偷盗婴幼儿 其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目前南宁中级法院已经立案了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说 案件确实存在 吓不吓人 可怕不可怕 孕妇生了双胞胎 医生跟这个孕妇跟家属 隐瞒他生双胞胎的事实 你生了一胎 是一个孩子 但实际上生的是两个孩子 他要把其中一个孩子卖掉 偷偷卖掉 网友就说了 有人的坏超出你的想象 简直这是新时代的 狸猫换太子 如果这种事情在中国能够发生 你告诉我 说武汉的那个什么病毒研究所 一点问题没有 这个病毒跟那个研究所 一点关系没有 谁能相信呢 在中国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什么样的行为 多么没有底线的 恶劣的 黑心的这样的行为 一点都不会让我惊讶 因为我们见的太多了 最后呢 还看到一条消息 也让我笑出声来了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决定 举办联合军事演习 真的是不作就不会死 他们要跟这个西方世界的对抗 进行到底 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了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和中国的海军的飞机 以及直升机 将在演习中使用 俄罗斯现在深陷 乌克兰战争当中 中国还要在此时 跟俄罗斯一起联合军演 已经在其位了 就有谋其政 已经有这样的立场了 他的利益所驱使 他只能选择这条路 那么当然就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那么最终的这个国际形势变化 的走向 难道不会像我预判那样发展吗 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白俄罗斯 也要跟俄罗斯一起联合军演 现在俄罗斯有白俄罗斯跟中国这两个小弟给他撑腰 貌似他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垮不了胎 但是我也看到了英国还要继续的对乌克兰加大军事力量的援助 这场战争似乎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而这场战争和未来的中美的新冷战都会交织在一起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